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 广东江门因是电视剧狂飙的取景地 而成为2023年的热门旅游城市 与此同时也带火了江门的各种美食 猪脚面 长粉 粥底火锅等热门小吃 引着游客们纷纷前来打卡 一部热播剧 冯彪也带火了江门的美食猪脚面 到底猪脚面好吃不好吃 今天跟着我饭小孩找一找 很多家猪脚面 现在店里都坐不下 都坐到外边来了 来看一看 这家好几个大哥都在吃猪脚面 您这吃的是猪脚面吗 是猪脚面 是专程来的吗 是的 这是谁啊 一个人吃两碗 您 第三碗了 第三碗了 您吃三碗了 您该形容一下 这碗猪脚面在江门有多好吃 滑而不腻 滑而不腻 这形容的是面 对吧 那猪脚呢 猪脚 猪脚入口计划 这位大哥您可以形容一下 它这个猪脚做得比较好 猪脚做得比较好 蜜脂的猪脚 然后这个汤脚也比较好 我们在江门已经找到了一家店 而且关键是江门当地人对他非常的认可 他呢也做了几十年了 我们这就去看看啊 我是这个面店的老板 叫陈德天 那您这个猪脚面在当地您做了多少年了 我们做这个面呢 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猪脚面是我们当地一个最出名 最有特色的一个面条来的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专门尝吃这个猪手面 那您这个猪脚面在猪手面 猪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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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猪 当地猪脚 猪手 都是叫猪手 其中猪前脚又被称为猪手 比猪后脚更滑嫩筋道 因此当地把用猪手制作的面叫猪手面 但其实也属于猪脚面 只是叫法不同 热播剧狂飙中的猪脚面 其实就是猪手面 这猪脚面在咱们江门当地怎么就这么火 小朋友也有 老人家也有 三人一起来吃也有 所以广东江门那边吃这个猪手 或者叫猪脚面 已经是由来已久的 并不是虚传 您就给拿出看家本领 好好教教我们观众 也跟您学猪脚面 猪脚面做得好不好 就是这个汤鱼最主要的 大地鱼 这个海鲜味最好的 做出来的汤又白色 白色 又提升是最好的 我们先放一点这个姜 虾皮 鸡鱼 一定要烤的 鸡骨 骨骨 放水 开火了 现在一定要大火把它鼓起来 然后就稳火 大概三个小时 面条这个汤鱼就这样做出来了 咱们是一个面馆 为什么我都看不见面呢 因为这个面呢 有很多秘密在里面 一会呢 打你到这个面床里面 真的了解 这汤还得包三个小时 咱现在赶快去吧 好好好 我们先装面条 刚才啊 说要带我来面条加工间 我到这一看才知道 咱这这么多面条啊 我们每一天卖的面条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从手工的啊 您必须得给我介绍这个面 来 开始啊 这个是高筋粉 高筋粉 这个面条出来的根都是特别好的 这个面条呢 我们不加水的 全是用鸡蛋的 嗯 一滴水都不下去的 您这大概有几斤面 五斤面 两斤鸡蛋 还有加入什么呢 放点盐下去 盐 加水啊 煮面了 现在来了 打出已经把这面啊 现在已经 磕成了一个小笋的这么大 啊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鸡蛋打发 压 压得越多 根都迪越好 这个手这样压 哦 等一拼到做了就成是吧 啊 我来试一是吧 好 你来试试啊 哦 啊 哇 这里我的手呢 内来的还有一个动作 我加点 这个一下一下 这样看 这样 真是老土人的智慧 我来试一试吧 这还真是一个体力活 好 我们继续 这个步骤就叫叠 切面 终于切出来都削面 好嘞 咱赶快进店里给我煮面吧 好 好 我煮面去 煮面去了 你看这个汤啊 现在已经变成奶白色了 面我也学会了 现在我们就做这个猪脚 我们是开火把这个锅烧热 我们什么都不用加 油都不用加 明白了 焯过的猪脚 一滴油都不加 放入白锅里 我们一定要把它焯到这个金黄色 把这个里面的油把它焯出来 这样炖出来就特别软滑的 哎呦 这已经翻炒出了金黄色了是吧 是啊 这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这个猪脚里面所有的这个油脂都出来了 好了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放这个调料了 南鱼了 您这是老抽吧 老抽啊 老抽啊 蚝油 取头酱 加这个叶水了 烫糖 进入陈皮了 拿个料包 有一箱 八角 生液 桂皮 料包把它装起来 做好了 把它放下去 倒火 把它滚开 然后转这个温火 多一个半小时 这个猪脚就做好了现在了 你看看 软片面的你看看 现在我就做一个猪脚面条给你吃好不好 好嘞 这个是猪油 高汤放下去 冲过这个猪油 下方这个面条 哇 这碗猪脚面呢 真做的是活色生香啊 你可以看 放点菜一下去 放一点小葱花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猪手面了 这个猪脚啊 真是颤颤巍巍的 我要来它一大块 是不是远远远见感觉 不是 猪皮软而有弹性 猪皮肉啊 很有嚼劲 满口的滋味 活色生香 太好吃了 这时候我们要挑一口这个面条啊 面条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面条非常有弹性 可以拉起来这么长 还不再断 很有韧劲啊 吃的就是这种爽滑 你越嚼越有这种麦的香气 而且吃起来它会让你这种麦香啊 在你整个口腔中通盈 正宗的猪脚面 我今天是吃到了 你越嚼越有这种麦的香气 而且吃起来它会让你这种麦香啊 在这个江门的大街小巷啊 有很多人啊 第一个是这个塑捞袋 然后里面肯定有特别好吃的东西 我来问一问 您要是您好 您这吃的什么呀 这塑捞袋里面 鲫鱼饼鱼饼鱼鱼 对 好吃吗 好吃 在江门的热门小吃榜单中 鲫鱼饼这道家喻户晓的美味 往往名列前茅 鲫鱼是广东省水产养殖业的 重要水产品之一 又因江门河道纵横盛产鲤鱼 所以鲫鱼成为江门人日常必备的食材 经过巧妙搭配 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美味 其中有以鲜香味美的鲫鱼饼 最受欢迎 阿姨 您的生意太红火了 您在这条街做生意做多少年了 做了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您归姓啊 您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李美莎 我来帮用作 您教教我 你要用心学 我一定用心学 您放心吧 你不用心学我就不教了 我要不用心学 您赶我出去 第一步先把这肉切出来 下一步把它切开 切完了就把它攒烂 都有绞肉鸡了 为什么您还要用这种刀剁的方法呢 用刀斩的就好吃一点 好辛苦 要不然我帮帮您 来 你来 很聪明啊 很聪明啊 嗯 好了好了 快雨了 不要太碎了 太碎不好 太碎不好 记不到鱼的味道 上粉 水呢 橙培 盐 胡椒粉 排糖呢 他想要把它搞均匀 我来帮您搅匀 搅匀 搅匀倒下来这里 哦 那这样搞均匀呢 打散它 就把它搭起来了 最早它就用爽的 有弹性的啊 感觉它已经变成有弹性了 可以煎的了 我看您忘割东西了吧 这是辣椒 肯定用刷就煎起来的 鸡蛋要打碎 煎那个鱼饼蛋脚 那这个我没有煎过啊 您看这是什么 这个鱼呢 用鱼椒啊 就把它盖起来 煎熟就可以了 阿姨 我们跟您学着做 你看啊 好 我要学 不用这么快推 满一点推它就成了 才立不过 它就成形了 嗯 这样把它压扁 等到它够硬实了 熟了就叼住 上面那个有点黄实 那是就可以的 哦 这边上要有黄色的 出来了才能够翻 嗯 这样学会了 这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您赶快教教我这个 雷 还有辣椒 你先煎辣椒好吗 你先看呢 这样 哦 把它压出来 这样用手托一托发呢 等于拿辣椒 直接把这个 鱼椒 往里头一抿就可以了 下一个用雷开始做 我给您偷出点 这个鱼呢最好用的油 搞一搞它 不会气着 不容易粘 嗯 那这样把它一个放下来呢 大鱼丸 啊 那这样 哦 还要挤一下的 下一个鸡蛋 您可以教我呀 不会做 教 先把那个蛋打出来呢 给一点上油 煎鸡蛋呢 煎那个油了下去呢 是软的 要把它放下去呢 就在油里边直接摊出一个个的蛋饼来 嗯 它漂亮 现在就捧起这个蛋饼来了 把它捧起来就放肉 这样放肉呢 把它 一手一个 筷子跟铲配合好 瞬间就变成了这个蛋饼 把它包起来就香一点 好吃一点了嘛 现做现吃是最好的 好吃吗 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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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吃 好喜欢 很喜欢 这里边的馅儿真材实料 大家可以看啊 还有这个鱼皮 所以咬到嘴里它是弹性的 不滋不滋的那种感觉 越嚼越有滋味 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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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市下辖四十三区 包括台山市 恩平市 开平市 赫山市 新会区 鹏江区和江海区 每个地方都有数不尽的美味 其中水产丰富的台山市 有一道响当当的美食名片 台山黄鳝饭 不仅火遍珠三角 走向海内外 还被当地人誉为饭中之王 来到江门啊 我跟您说我可是慕名而来 今天要吃一个非常火爆的台山黄鳝饭 关键啊 做这个台山黄鳝饭的大厨就到我旁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山的厨师 叫凌文炭 我们这里的黄鳝饭呢 就卖得特别火爆 中午卖完了 晚上还卖宵夜也卖 宵夜还要卖 是啊 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吃这个黄鳝饭呢 台山呢是三江费局 跟着呢那个咸淡水 我们这边盛产黄鳝 一年四季都很肥美 这个黄鳝呢 搭配我们的四苗米呢 煮出来的饭呢特别香甜 在当地可以说是家一副小的 这个饭有一百多年历史 是岭南传统美食来的现在属于 首先呢就把这个姜葱放到开水里面 就放一点点这个米 广东米酒 广东米酒 哎呀这猜对了 对 煮开的那个水 就把这个黄鳝 倒下去 盖好盖子 手要把它跳出来 哇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对对对对对 这个黄鳝呢煮到它诞生 就是把那个黄鳝血呢凝固 两分钟哦 对对对对 太熟就会变成老 因为我们是用手拆的 就肯定要过凉一下就好拆 也会紧实一点 这个呢就是拆呢 全部都是肚子这里先 这里没有东西 那就就放下去 这个胆一定要拿出来就行了 好嘞 有一个胆要去掉 有个肠子去掉了之后呢 就把它这里对着这里一拉 基本上就可以说 把它的肉都拆出来了 江门人想到黄鳝饭 就是想到回家吃饭 那咱下一步该做什么 用黄鳝饭呢 那就一定要用这种砂锅 烧热之后呢 就搞点这个花生油 本地的优质寺苗米 花生油的香味 把它渗透到这米里面 加点那个盐下去会更香 炒制出来之后啊 这个米不但紧实 而且它香 跟着呢就倒水下去 刚刚过了这个米一点 就是一斤米就一斤水吧 先开始呢就会中偏大一点 把它收干水分之后呢 我们就长小火 慢慢慢慢去包它 小火要大约多长时间 最少也要十分钟 收干水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筷子插几下 搞点花生油下去 容易起饭胶 没这么容易粘底 关小火 趁这个包饭时间呢 我们就把这个扇丝给炒香它 好 炒这个扇丝呢 首先要把锅烧热之后呢 搞点花生油下去 放姜丝 扇容 爆出它的香味 扇皮 这个饭呢更加干香 扇丝倒下去 对 跟着就放味 西粉 蚝油 老抽 跟着把它炒均匀 稍点米酒下去 好香啊 好火关了可以了 这个饭呢 现在挤了你看粒粒分明的 跟着我们把这个倒下去 扇丝均匀的铺在上面 对 再挤它两分钟 再搞一点油下去 更好的起那个饭胶 还要让它起饭胶 也就是我们北方人爱吃的那个 铺吧 两分钟时间到了 搞点酱油 麻油 跟着就把这个均匀的撒下去 盖上盖子再挤个五分钟 肯定熟了 我这块都能闻见浓郁的香味 哎呦呦 先搂一搂 拌匀等于是 对对对 开始了 哇哦 意外之处 就是我们的这个黄膳丝 娇嫩不说 还有点弹牙 整个饭里头 透乳透香的 有那种姜的香气 丝苗米啊 它本身细糖 但是充满了那种弹性 而且特别善于吸进各种这样的这种汤汁吃起来 这就是来到江门的就地地道道的味道 我看您这还有好多原材料呢 是啊 我们不尽其用 这个扇骨呢 是拿来煲汤的 做一个我们江门特色的黄扇骨冬瓜冬 先放一点点油 先把这个黄扇骨煎香 煎香了这个汤才买白色的 好煎香了之后呢 调个汤底 先把扇骨倒在锅里面去熬汤 白贝呢配冬瓜是最鲜甜的 包出这个汤之后呢 就放到那个冬瓜中 怎么样 先把玉米蒸这个芡石放进去 收入 最关键呢是这个水压 要去的皮 这样呢包出来呢就不会太油腻 海滨城市就比较湿热 我们这个呢就是清凉的 好了 汤包到奶白色了 把这个汤呢 隔下去 我们先这样 咱要炖多长时间 炖三个小时 滚开之后呢可以中火 取这个白贝的肉 这不要渴 加下去 哇 汤色是奶白呀 尤其是里边的这个冬瓜肉 现在已经变成了那种透明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 啊 汤水啊 清烈 浸到嘴里啊 有淡淡的鸭香 冬瓜浓郁的清香 最关键的是 这里边的这个扇鱼骨啊 它非但一点腥味没有 它还起到了一个 让汤色变得极度奶白 而且这个汤也变得 有了那种复杂味道的 那种结合的感觉 在江门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赖粉店 恩平赖粉 既是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年销量可达千万吨 以韧 爽 滑的口感著称 名气大 人气旺的恩平赖粉 无疑是人们争相打卡的 江门热门小吃之一 今天在我旁边这位 哪可厉害了 在江门地区做粉那是一绝 大家好 我是吴有坤 恩平的奶粉用纯米制作 好吃不同度 好像吃饭一样 天天吃都没问题 我们的汤好 粉好 加起来就成了一个 很美味的一个嚼勾了 您刚才说了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要汤好 一个要粉好 咱们是先做汤呢 咱们还是先做粉呢 先做汤 首先我们放进适量的水 然后就放进我们的这些材料 红枣 枸杞 香菇 黄金 肘地 凉水下锅 开火 我们都是炖45分钟 没标准 45分钟过去了 现在我们先放一些我们的 这个叫猪尾龙骨 就是猪尾龙骨最靠后面的一段 然后我们再放我们的莲熬 中火熬15分钟 再转小火熬半个小时 为什么当地人会管这么好的粉 叫赖粉 因为我们恩平以前粉呢 做工呢 用我们的传统的工具 我们的粉条在下面一条一条的赖出来 有我们的谐音就叫做赖粉 赖出来了 赖出来 长炖子我们开始做粉来米哥 来 轰轰轰轰的后面的机器就做出来了 等于是都不是手工了 后面有一个混变机 对 帮您把这个纯米粉做的这个粉团算是 是吧 已经压好了 压好了 好嘞 我们就开始压赖粉了 这么大一团 它怎么出我们吃的米粉那么细的那个条啊 就用这个机器来完成了 您给我演示演示 我看它怎么出这个 我们这么爱吃的赖粉呢 把水烧开 机器反过来 就放到这个孔这里 哦 要放到这孔里 对 然后就开始压粉 轰隆声啊 把这个粉压了出来 现在直接就落入到这些滚水当中 对对 这叫我们的奶粉就出来了 哦 一刮就全都断了 对 大概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左右 对 还要用筷子不断的给它划散 分开 分开划散 好 五分钟差不多了 嗯 跟着搂起来 把它过一下凉开水 为什么要过凉开水呢 这样就比较 不会粘连在一起嘛 本身它是纯米做的嘛 外面有一层那个胡姜 然后就把它那个胡姜去洗掉之后呢 就比较爽口一点了 爽口了 对 好 45分钟过去了 我们再加一下调味料 加一下盐 花生油 汤已经烤好了 剩汤把它做成一条很好的粉了 哇 加一下葱跟香菜 好 我们还要放一下我们当地的芝麻油 好 嗯 首先第一点特别有嚼劲儿 这个粉啊韧尽十度 吃到嘴里还非常的滑 第二点啊这个粉吸饱了 刚才您包的这锅汤吃进去 你吸进去 带的是汤的味道 米的味道 还有佐料的味道 这一口就是满足 就是方便 它这个面是纯手工作的嘛 所以就很好吃 然后是碱水比较有嚼劲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面的天花板 它能吃得了这种鱼饼吗 可以 也可以 很想不再吃了 老奶奶 你常来吃他们家的这个鱼饼饼吗 常来买 是当地人都爱吃这个吗 对对对 我还从江门这边过来买的吃了 江门的味道 都是拆了葡萄的黄蒜饭 哇太好吃 谢谢大家